中嶺路這邊 沿海路這邊都是一些大車 小港中嶺路上出現這部誇張機車 先是穿了紅燈 結果仔細看車上竟然是一名媽媽 前後載了三個小朋友 兩個座後座用布條綁住 小女童在機車前踏板 簡直是把孩子當人肉起囊 抬紅燈她就停到快車道去 結果到了中嶺跟沿海路口 這部四貼機車再闖一次紅燈 騎到大型車輛來往平凡的路中間 緊接著又直接左轉 明明是應該騎到這個帶轉去 但當時這個媽媽 確實直接左轉沿海路 這樣的騎車亂象 儘管令人看了直冒冷汗 卻也突顯出 媽媽一個人為了同時照顧 三個年幼的孩子 不得已只好騎車四天 可是也沒有辦法 可能家庭經濟 沒辦法有汽車的交通 我覺得這個也沒有辦法 當然如果家庭比較富裕的話 其實也是當然想要開車 當然如果你家庭背景 或是你自己的收入沒有這麼多 但是其實也是要用機車去做代步 畢竟有錢誰想騎車四貼 看看照片中這家人騎的是舊機車 穿著也很樸素 還有簡陋的布條當成固定帶 家境恐怕不富裕 被載的人他比較不知道 前面有什麼狀況 萬一摔倒的時候 那負載的人一般都會比較嚴重一點 只是警方也提醒騎車四貼 不僅違規萬一發生車禍 受傷最嚴重的往往不是歧視自己 而是備載的乘客 還是呼籲家長避免三貼四貼 別拿孩子的生命安全開玩笑 記者陳生意 錄影節高雄報導